法律條文裡面寫進去的話 我們本來就有是不是 委員不好意思我再確認一下 好你確認一下 我們只負責其中一個微型創業貸款 並不是所有 剛才還有講到還有經濟部 還有經濟部 好那你們去確認一下 沒有特別針對災民 因為民國民國不利特別條例 那你們那個創業貸款是不針對災民的就對了 主席各位委員我是經濟部的代表 那那個經濟部所謂的創業貸款 是針對青年創業貸款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剛剛委員 剛剛這個林委員有提到 就是說這是比照921的特別條例 那這個既然是針對這個低收入戶 這邊的一個照顧 那所以當初的話是由內政部 現在轉到衛福部這邊來補助利息 補貼利息 所以如果是要落實 對於低收入戶這邊的一個照顧的部分的話 原則還是應該要援引 當時候921的精神 應該是還是要由衛福部這邊來補貼利息 因為經濟部主要部分 主要是針對這個青年創業 他的貸款的部分 可是對於這個低收入 災區居民的災民的照顧這個部分 還是要看主管單位衛福部這邊立場 應該是要由衛福部這邊來補貼利息 那經濟部這邊願意來配合支持 好這樣子好不好 我們把林進縣委員的44條之二的後面 這150萬後面前向還有 那個前面有一個第1、2、3行 得由衛福部 那個內政部把它改衛福部 然後對後面由衛福部會商財政部定支 各位有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 蛤 你拿麥克風好嗎 請你拿麥克風 有關那個最後一項提到說 前向利息補貼額度及申辦作業程序 由內政部會商財政部定支 衛福部會商財政部定支 這個這個我們是建議 因為在實際上這個部分 主要是內 所以